他就是不是牙醫診所的牙醫診所 一般的診所規劃都比較偏冰冷 醫師他就是喜歡咖啡廳這個氛圍 規劃他能不能跳脫以往的風格 創造出另外一個空間 其實空間有在告訴我們一些事情 比方說你走進醫院 你聞到那個氣味然後你看到那個裝潢 就知道你這裡在醫院 走進咖啡廳你聞到咖啡香 就知道這裡是一個放鬆的地方 這也是為什麼當初設計的時候 就是想要做一點不一樣的 讓這個空間告訴走進來的人不用害怕 他就是不是牙醫診所的牙醫診所 一般的診所規劃都比較偏冰冷 醫師他就是喜歡咖啡廳這個氛圍 規劃他能不能跳脫以往的風格 創造出另外一個空間 診所分四個區域 櫃胎 後診區 診間 二樓的VIP修行室 大方向就三個元素 灰色的特殊塗料 黑色系 生木紋 呈現他整個診所的沉穩 跟咖啡廳的感覺 診所的規劃跟一般商業空間 還是有些區別在 要怎麼讓他們更好使用 隱私的動線 助理的引導 全部都是我們一開始就要堅持的 考慮到一些天章者 行動不便的患者 在門口入口處有做一個斜坡 然後 走道上我們有比較刻意的放大 患者會比較好使用 整料理的張數 希望從四到五張 都是獨立等間 等間放在左手邊 讓走道留在右手邊 採光也會自然的讓你進來 我們希望 跟所提到那麼的有 銳角的感覺 不管是整間的門 X光式的門 都採用比較圓潤的修飾方式 畢竟是層出的嘛 相對的時間也是非常重要 還用一些原件材 在原裝修去做一些整體的變化 白色的天花板 噴黑的方式去呈現整體的工業風 二樓保留原電竹的一些設計 採用的是大面積的食材地板 跟工業風其實也不衝突 一二樓的風格還是會有一些區別在 用綠色去銜接一二樓的感覺 樓梯轉折 上來到二樓的時候 最特別的是它的燈 因為它是挑高嘛 怎麼會想要用標的 有些燈光上的變化 我覺得它就是在這個位置 蠻有亮點的 從樓梯走上的時候 有點像走進霍格華的餐廳 有很多四處灑落的燈光 而且每個燈型都不一樣 在二樓等候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它 有功能性然後又有沒關係 又有記憶點 當初怎麼會知道我們 主要是我們的一個設備廠商介紹的 找就是設計公司的時候 很害怕就是找沒有經驗的公司 尤其是亞裔鎮所 有很多的水啊 電的配置 它有一些動線 其實不是一般的設計師 他有經驗的話會想到的 在設計的一開始 你就忘了設計這個背皮區 以往的經驗小組是 到整間會有一段距離 所以比較不方便 多設立一個背皮區的檯面 讓他們好整理一些器械在那邊 那一夜到現在啊 有病患的一些回饋的建之類的 所有來的朋友啊 或者是醫師啊等等 都有回饋說在這個空間裡面 是很舒服的 就是讓人覺得沒有壓迫感 不管是診所或者是住家 你要去創造那個空間 而不是你要去改變那個空間 在設計的這個部分 有多一點互動 空間上啊 幫業主設計他的個人特色 蠻厲害的點是可以把我們的想法 付諸實現 在尾聲的過程還是很有彈性 讓我們可以呈現出業主想要的樣子 真的很不錯